人民处举办的一起一起话从前 怀旧创新提升计划 现场集合各个文件站老人家们的创作 有足语动画放映 长辈故事分享区 投影体验区 还有贴布书展区 呈现出传统文化和在地知识 以及章者们的童年回忆 大西的长辈大家早安 早安 人民处举办的一起话从前 怀旧创新提升计划 现场结合各个文件站老人家们的创作 有足语动画放映 投影体验区 长辈故事分享区 还有贴布书展区 那这个计划我们很荣幸 就是说长者非常的 把在地的知识 用拼图的部分把它结合起来 那今年呢我们非常的高兴 除了我们拍 他们每一天在五花健安站的故事 把长者自己 懒懒上口讲他们自己家乡的故事 部落故事 也让年轻人世代可以融合 有许这些我都不知道 比如说台东早期凤梨工厂 这些可能 这些油脂或是说我们这些外地的人 可能都不知道台东以前还有凤梨工厂 所以我们借了这一个也是把他故事说出来 做那些防止野兽来吃 他们还会做水 可以摇东西的 可以摇东西 长者用贴布拼图的方式将经验还有知识传承下来 也让老人家们将自己的故事说出来 与年轻时代分享 而住在大王部落的育儿阿嬷也在现场跟大家分享以前的故事 我们还要给他 还要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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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干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 生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要生孩子的时候 我们还要给他 炒 原始的 我们的原住民的时候 食物 我来今天在这里分享 我非常的很高兴 也很乐意 来为大家分享 我们就是在忙这个去德国比赛 今年十月份 县府更将带着文件站长辈共同完成的 一起一起拼贴机 周游牌卡 要前进德国埃森周游展展室 要将台东珍贵的部落文化 展现在国际舞台 介绍安如台东市报道